現在是台灣時間2點02分 上日本就是治愈 心靈治愈 可以來睡覺了 對 趕快睡明天才有精神 對 晚安 謝謝大家 好冷喔 大家好 我是香馬 我是香馬斯 我們又來日本囉 現在東京的溫度是11度 陽光普照 實在是太舒服的天氣了 沒有陽光就剩2度了啦 哈哈哈哈 大家知道其實心裡都是我在扛的 屁啦 現在我在拍東京好不好 哇 好重好重喔 但裡面其實是全空的 然後 屁 吐滿了 今天要去表餐到 圓宿獨夏通 這趟旅程就是 這趟旅程就是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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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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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地方開店前 菜式正面白公園 現在各位 那 Str apple 看得到 red 連台灣都有啦 但是我們就是沒有去永約 所以我們現在就在這裡吃 你現在是在抱怨還是在許願 最後一天我們要去吃原味的 肚子高水餐 總有一天 我是錄影 好好吃喔 這龍蝦真的超好吃 哇塞 好喝 捨不得吞 吃飽喝足了 再來下一代 KIDEN 美少女但是 進去 Celaboon Store 美少人在這專賣店 逛街模式開啟 有人逛街的時候是很可怕的 你看我身上這樣子 啊他呢 你看看他身上 輕便到一個不行 欸Celaboon欸 天氣也太好了吧 真的是插手機還是給小朋友 竹下通 竹下通是一個人超多的地方 哇 今天只有七度 哇 怎麼又是美少女但是 哇 想不到竹下通也有動漫區欸 但相信那隻口應該也只看得到那個牌子而已 哇塞 欸這邊 扭檔好多喔 請往後轉 哇 哇好漂亮喔 晴空塔 觀光客又來菜店啦 其實我們來幾次東京沒有來過晴空塔 再試試看晴空塔 蠻美的喔 我們是差不多是傍晚的時候來的 已經很漂亮 我們現在在吃鳥桂竹 大家每次來日本都會玩到都要來吃一下鳥桂竹 就是串燒 它有中文的美的它竹其實滿方便的 鹽烤雞皮 哇一下叫超多菜 酸 醬燒雞腿雞心 豬肉 這次來三天兩夜你的感想是 時間不夠啊 你真的覺得玩不夠 當然啊 這次秋月園其實 沒有逛得很透徹 時間不夠 然後還有一個遺憾是包團夢中心 讓我有點失望喔 但是這次中校逛得滿爽的 那所以你買得多吧 對 好啦其實三天兩夜有點趕 是寄完大概也只有兩天 那秋月園剛好這兩天的人也爆多 然後一些公仔店 我們都沒有好好的進去逛 那這是 對然後第一次我們的戰利品 就只有這樣子而已 以前都兩大袋 以前我們都是兩大箱 然後這邊又兩大袋 然後每次都是拆一點點去 然後再加軟行李 到了 到了 嘿嘿嘿嘿 這邊是在東京成田機場的二樓 是2019年11月才開的 然後呢進來就有 支扣客 夏中央支扣客 跟RS78 那欠來的地方就是 主要是賣鋼彈 三立憂 蛋黃哥 啊喔 這是一個要燒人的意思嗎 緑啊 蠻好看的耶 瑪莉歐的也有 瑪莉歐的也有 手電腦的概念 你要買 嗯 欸旁邊這邊有 樂樂樂的咖啡廳 好啦逛完了 真的要去上飛機了 我覺得這邊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好逛很多耶 客人可能會有些折扣 但這邊的價格 我覺得還算可以嗎 動漫類型的東西其實也蠻多的 很豐富 所以我覺得可以留個半個小時至一個小時在這邊逛 好啦那就到這邊囉 掰掰 台灣見 大家好我是小馬之 我是小馬 我們這次在日本快閃的三天 然後有買了一些戰禮品 然後想說在這邊 分享給大家 我們這次去了Keyland Disney Store 還有一個Princess Store 可魯貝洛斯的 拖鞋 室內拖鞋 然後這個是夾娃娃夾到的 這就是萌 在家好像 真的不太會穿它 我花了五百塊夾到的雪寶 沒想到這隻花了五百塊 就知道這隻雪寶 就是超強的 很划算的 然後這是Disney Store 買的 那個小美人魚的一個 算是收納盒嗎 但是我後來才知道 魚案裡面啊 它除了抽屜之外 還有它的便條值 我覺得這很划算的 我記得這一個那時候是半價買到 去Disney Store 它偶爾旁邊都會有 就是50%折扣區 或30%折扣區 在Disney Store買的東西啊 跟在迪士尼 買的東西是不一樣的喔 對 內容我其實幾乎是不一樣的 完全不同 然後這個也是Disney Store 買的 這也是半價 奇奇跟弟弟 然後這半價 它是上面是2400 半價1200 所以大概 300塊 300塊 300出頭啊 超划算的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別針 所以你可以別在包包上 這還不小格欸 嗯 Disney Store也是買到這一個 奇奇的鏡子 你記得它還是半價 這也是半價 我一直想說 我會不會用到它 半價而已 管它的嗎 然後這也是Disney Store買的 爆哥 這什麼東西呢 拆開來給大家看 所以我覺得這很方便 裡面就是可以放很多的東西 像我們常常出國的時候 會有譬如說護照之外啊 會有些車卡 票卡 信卡 然後 就可以放在這裡面 然後 這是2000塊日圓 這個沒有半價 我記得 但我覺得還是 非買不可 然後這個小可呢 是在Keylan買的 小可 它有兩個造型 一個就是 就是穿小鷹 他戰鬥服裝的小可 另外一個就是 小可 穿小狼 戰鬥服裝 你怎麼沒有買 應該要兩隻一起買起來擺啊 我沒有要擺啊 這個我要畫包包的 其實我買這些東西 都會把它好好擺在這櫃 但它真的都會拿來用 我都會拿來使用 我買的東西其實 它不只是可愛 或是漂亮 我希望它開始帶一點實用性 所以我買的東西 它都會有一點用途 我真正都會想要用它 我真的會掛到包包上 然後這個是1500日幣 我們像之前 有去骷髏魔法石 台灣的快閃店裡面 也有看到一些 相同的商品 真的在日本買便宜超多 然後這個是Keylan買的 大家猜這是什麼 這個是放牙刷的 譬如說這是牙刷 然後就可以放在裡面 你常常牙刷放在杯子裡面 裡面都會積水啊 發霉啊 然後這一種就是鏤空的 底下是鏤空的 然後你的洗手台上面就放這樣子 米米跟 還有牙很可愛 既可愛又使用 然後這個是在Princess Store買的 在原宿有兩家關於公主系列的專賣店 一個是Princess Store 另外一個叫水曜日 大家可以上網去Google 那水曜日距離明治神宮那邊比較近 但是我們這次去竹下通 離Princess Store比較近一點點 剛好這次他們有跟美少年戰士的一個聯名商品 但我買了這個 呃 算是放一些飾品盒吧 美少年戰士系列的 飾品盒 然後還有一個小兔的吊飾 那我們這次的戰利品分享就到這邊囉 我覺得去日本買這些東西就是超幸福的 快省日本快省快省 有時候看到三天便宜機票就可以下手 好 那我們這次戰利品分享就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個讚喔 也別忘了訂閱我們喔 掰掰 那這個可以下去用了 還要拍照 掰掰 剛剛小馬子都說要上飛機睡不著 看到現在 睡著什麼樣子啊